可知近日宫里新鲜事 什么新鲜事 这几日事情 居然一直是婉嫔 婉嫔入宫数十年 从未像现在这般得宠过 很好啊 从千里熬到现在 婉嫔也是不易 婉嫔是不易 可是其中却也有别的缘故 什么缘故 好 姐姐 你看 这是 这里头都是皇上这几年 悼念孝贤皇后的诗文 由婉嫔整理抄录的 集结成册 可是 这不像婉嫔的字迹 婉嫔亲手抄录的 在长春宫跟养心殿 各封了一本 现在姐姐手里拿着的 是皇上让永齐还有何敬公主 督办抄印 奋发后宫的 除了后宫之外 王宫女眷手里 几乎人人一侧 孝贤皇后继承将至 婉嫔此举 不许 确实追怀孝贤皇后的好法子 也可以安慰皇上思念孝贤皇后之心 皇上自然是圣心大悦 才有了婉嫔近日来的风光 可是因为这本册子 如今宫中追怀孝贤皇后乘风 宫人们 世事都拿姐姐跟孝贤皇后做香蕉 说 姐姐不如孝贤皇后 我说 岂必心情终不及 九书就见九香头 皇上都这般写了 宫里的人 如何不会这般说呢 姐姐 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永齐说 这本诗策 是婉嫔直接交给何敬公主 由何敬公主再献与皇上的 可是何敬公主生性高傲 她少与数母来往 又怎么会跟婉嫔走近呢 何敬公主眷念深母 一向不惜我当即侯 如今有人如此追怀孝贤皇后 她自然是高兴的 但是婉嫔从来就安分胆小 就算自己抄入了失策 也未必敢送到何敬公主面前啊 何况 这本失策会令姐姐难堪 婉嫔也不是不知晓 我觉得这不像婉嫔的脾气 倒像是 有人利用婉嫔长久不得宠在声势 难道是令妃 奴婢前几日看到婉嫔和令妃 一起出入长春宫的 令妃 这倒像是令妃的心性 自从令妃救了庆佑世子之后 就与何敬公主亲近 会不会 是令妃在婉嫔还有何敬公主当中 穿针引线 娘娘 若真这般 那咱们也不能不提防了 海岚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若是真的 我自会小心 至于婉嫔 我也会找机会去问个清楚 姐姐 其实这些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要紧 最要紧的是皇上心里头怎么想姐姐 这些人不过就是利用 皇上跟姐姐最近关系冷了 才钻了空子 姐姐 你要不要去跟皇上说个清楚 姐姐 我入宫时 孝贤皇后早已崩世 孝贤皇后真的如皇上诗文中所言 是难得的贤良女子吗 大约是吧 反正我也没见过 总听说她贤惠 节俭 皇上念念不忘 如今的皇后 可不比孝贤皇后勤俭自持 仁爱慧下 若无孝贤皇后将令妃从花房 送进了启祥宫当柴 她怎会机缘巧合侍奉皇上 成为今日仲嫔之首呢 若无孝贤皇后贤德之风 对皇上不出一言违逆 皇上怎会深情难忘呢 他 庆平说话头头是道 若不是孝贤皇后早早崩世 哪里就轮到当今皇后呢 便是轮到她 也不是因为她财德如何出众 只是在前邸中熬出来的资历吧 庆平好见识 是 那就请把这些话去仰心殿跟皇上说吧 这话还用我说 当咱们皇上心里不明白了 否则怎会有如今这般的情事 皇上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竟敢在这儿虹口白蛇地瞎说话 瞎说 皇上这都有半年没大礼皇后了吧 御师里又写得这么明白 当咱们都是傻子吗 王阿玛后宫里的这些货子 皇阿玛后宫里的这些货子 一个个鄙薄无聊 闲论长短 这会儿子这些话 她说得不错了 妾身弄疼您了 这几日不知怎的 伤似乎更严重了 别是复古剧要发起来 可妾身看着这红肿好像消了些 发作应该倒不至于 只怕是这几日失误繁重累着了 无妨 大不了回头找小远兵来看看 妾身还是觉得有些事情小心为好 毕竟现在姜太医是皇后娘娘的亲信 现在皇宫到处都在传着 皇上哀悼孝贤皇后的诗文册子 连妾身都收到了 所以只怕皇后娘娘如今在宫中的处境 也实在是尴尬 您又要跟我说明哲保身那一套 皇娘被人生生难得和孝贤皇后做比较 已经很难堪了 我怎能让她再难过 妾身知道 贝勒爷是看重于皇后娘娘的感情 可贝勒爷也别忘了 这皇后娘娘 还有十二阿哥这位嫡子呢 所以有些事情 还是扣着些分寸为好 什么分寸 这十二阿哥为嫡可您为掌 皇上又看住您 所以论其皇位来 论掌论贤您都占优势 您觉得皇后娘娘应该怎么想 你胡说什么 你胡说什么 其身只是为贝勒爷私了 我此有在皇娘妻下长大 勇气如同我亲弟弟一般 你再说这样的话 仔细我赶你出府 妾身不敢了 贝勒爷 妾身还得再冒昧一句 这前程是您自己的 任何人想插手都插手不了 所以 您还得先顾着您自己 这是最重要的 薰师傅如何呀 挺好的 那您要跟着新师傅好好学呀 额娘放心吧 我能行的 给皇后娘娘和十二阿哥请安 都起来吧 额娘 那我先去上课了 去吧 是 那我先去上课的 由我来 好 算了吧 了 弥险 郎父皇上 好了 你不要说 好 好 所以朕来看看 这师父教导得如何 多谢皇上为勇气费心了 自己的孩子 多费些心也是应该的 再说了 勇气的程度 本就比不上少师的勇气 是臣妾教导孩子 不如皇上的义 臣妾告退了 如意啊 朕没那个意思 都这么些时日未见了 你还不愿意在朕的跟前吗 臣妾知道会让皇上不约 不如不在皇上眼前 皇上也可以清静些 那日在宝月楼 是朕冒失了 但看到相见那样的情况 这也是一失情急啊 这也不愿意 如意 就算朕当时有不妥 都半年了 朕没有去易坤宫 你就不能来养心殿吗 你要和朕别扭到什么时候 你是皇后 凡事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的性子 孝贤皇后 就不会像你这般如此 岂比心情终不及 九叔九剑九相斗 臣借这个皇后做的 确实不如孝贤皇后 如意啊 朕写的那些诗 并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婉嫔有心整理 刚好 又逢孝贤皇后的继承 朕才让人抄送了 送到宫中以诗悼念 不认诗 孝贤皇后是皇上的发器 皇上情深也在情理之中 况且皇上那些诗 写得确实动人 臣妾甚至想 若孝贤皇后 九泉之下有之 怕也会感慨 这般深厚追念 过生也不枉然 皇后 你锋芒太厉了 臣妾自知不足 就先回宫 闭门死过 皇后 既然你要尽心思过 养着孩子必会分心 永稷你也别养了 今日即 将永稷送到于飞那去 你性子别扭 如何养的好孩子 将永稷送到于飞那养着 学学永齐的好处 替朕分忧 娘娘 皇后 娘娘 您真要把十二阿哥 送到于飞娘娘那儿 本宫固然不舍 可又有什么法子 好在只是送到 海岚身边养着 本宫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也还有永齐 一起看顾着 看来孝贤皇后 这把顾剑 真是永远插在皇上 和娘娘之间了 这把顾剑一直都在 本宫根本就不在乎 这把顾剑一直都在 本宫根本就不在乎 可是把这把剑插入骨血的 却是皇上 咱们能奈皇上何 倒是令妃 除了皇上撑腰 还有何敬公主支持 娘娘 您可不能再和皇上 疏远之时 让令妃横行无忌 皇后娘娘万安 皇后娘娘恕罪 你何罪之有 皇后娘娘 臣妾并没有想过 要拿孝贤皇后真宠 臣妾只是希望 能够为皇上做点事情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 能够记得 后宫还有臣妾这么一个人 可是臣妾问完没有想到 事情会演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臣妾该死 本宫明白你的一番情谊 如若情谊被人利用 也是可惜的 也许令妃 只是可怜臣妾 才帮臣妾出了这个主意 臣妾只是希望 皇上能够看自己一眼 看一眼 便多一眼 皇后娘娘 臣妾知罪 臣妾对不住您 本宫明白 你是一个好人 是宫里难得的好人 但愿你所求都能如愿 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日后 臣妾定当 我 精力偿还 臣妾恭送皇后娘娘 皇帝 皇帝 今年八月 你还是要寻幸穆兰 但此番秋险 蒙古各部王宫都列位其间 几位嫁到蒙古的公主 也都会携俄妇前来 儿子知道 儿子知道 所以会带着出身蒙古的嫔妃 一同前往 皇后 玉妃 封妃那日禁足 至今有两年了吧 是 这回 玉妃的母族科尔沁部会来人 玉妃的父亲自然会来 若玉妃不在 怕也不变 皇帝要以大局为重 儿子明白 柯尔沁部 历年与我大清联姻 若因玉妃之过 而怠慢了柯尔沁 也不相宜 好 皇后 此次寻幸穆兰之事 会由内务府操持 后宫女眷之事 你安排令妃打点吧 臣妃明白 若不是 我们主几次三番劝皇上 皇上又怎会念着旧情 不仅解了玉主您的禁足 还允许您去木兰秋险 又留着妃味 是的 我知道 这次真的都亏了令妃姐姐 如今皇后不管事 是我们主协理后宫 玉主您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们主说就是 令妃姐姐 这次真的谢谢你 知道妹妹许久未见皇上 好 那这次安排秋险时 就让你的住处离皇上近一些 妹妹都不知道 要怎样赶紧姐姐好了 人辱两年 我没有忘记是谁害的我 妹妹呀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人家有孩子什么都不怕 而你呢 除了一个当债丧的父亲 还有什么呢 我是什么都没有 我是什么都没有 但阿布知道我被别人害成这样 也不会做事不管 真是羡慕你 有个好父亲呀 我先走了 妹妹送你 我先走了 儿臣们恭奉皇阿拉 好 尽狩猎多者 朕重重有差 皇阿玛 请您依马当先 好 好 出发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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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